你好 欢迎收看2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虽然各级学校因为疫情的关心是顺颜开学 不过光复乡公所关心学童的校园环境安全 这几天清洁队除了进行各个公共空间的环境清除之外 也安排进行乡内各国中小学校园环境的消毒作业 乡长林清水表示 除了防疫也要让小朋友们安全健康的开学 农历年节开工后 光复乡公所清洁队就马不停蹄 从火车站 停车场 传统市场以及超商等 公共空间环境进行消毒防疫之后 随着开学脚步的接近 也接着展开各校校园环境的消毒 让学生能够健康安全的上学 从幼儿园各国中小学到高中 清洁队消毒工作不满乎 里里外外每个角落全都扫过一遍 乡长林清水表示除了加强消毒防疫 也提前诊断建构一个干净健康的校园环境 让学生能安心放心的学习 我们今天光复乡公所开始喷洒公共场所 跟学校 然后喷了一部分 然后一部分刚刚天气不怎么好 可是我们找时间在开始之前 再来喷学校的一些消毒 跟超市的火车站 这些公共场所 把喷好希望我们的防疫可以做得更好 目前光复乡那个大街小巷 公共空间以及部落社区的环境消毒工作都已经完成 而这几天的上班日 清洁队员就向内各级学校校园环境进行消毒 要赶在2月22号学生开学日以前完成 让光复乡的学生们都能安心放心的开学 健康快乐的学习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